- 超音樂 超音樂 收音樂 收音樂… 哈囉大家好 我是波提 再要介紹一下我雅蘇後呢 今天還介紹的是 Kucci 5月抽700點的貝壞幣活動 只剩下最後一天了 只要在5月發布的所有影片都有按讚加留言 並訂閱此頻道以及負民頻道的播體電話寶寶 還有按讚FB粉專輯追蹤IG即可參加抽獎 不要參加抽獎的人可以訂閱一下我的星險生活 或是加入我們的FB社團 也歡迎點擊下方的資訊欄或指定留言 就可以看到S7的圖文攻略專區了 那想要在S6.5寂寞充分的朋友們 也歡迎報名戰棋圓夢專班 會由菁英第一手把手指導你下棋 能讓你快速戳上大師中師 像是我們有兩位學員就以飛快的速度上了大師 從月初剛創立以來就已經有48場的一個教學了 再來兩場就能達到我們50場的目標了 還請多多支持 現在有一個限時折扣無事願的活動 如果你有預算考量也可以加入youtube會員 我有分享一個S6.5的獨家陣容 給還在充分或是打衰退的朋友們 好回到我們的正題 這陣的英雄有三娜酷騎 金克斯小砲 索娜 坦肯騎 敬拜士 四喜慶 四重砲 這體系有幾個搭配的方式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邊分享三種 第一個就是搭配你那個埃達斯 這隻巴菲的龍呢 是S7超彈的一隻龍族 還會隨機給你練才的道具 前期發牌員有送給你的話呢 就是必拿非常強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微光龍靈的一個 羈絆的效果 就是如果你有湊到3的話 他就會隨機給你一個道具嘛 那有一些道具是還蠻不錯的 之後如果有介紹到這一隻龍的體系的話呢 我會再跟大家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第二個呢就是搭配 絕絕加上二 絕絕是什麼呢 不說你們一定不知道 就是這隻 JUJI 前期有拿到巡龍高手就開始 喂喂喂喂 到後期就能養出4星 解決了這個養成計畫 分享給你們 彈度跟傷害都有一定的水準 雖然說我覺得這羈絆有點詐騙人的嫌疑 怎麼講都應該叫熊蛙高手吧 然後我跟大家說就是你上3的話 其實他也會餵的比較快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越多的一個巡龍角色 在場上的話呢 你的JUJI就會餵的比較快 也會比較快變大隻 那第三個呢就是搭配尼克和人馬 還有惡爾隨機兩名的坦克 先給他放上去就對了 這三隻都是後期比較好用的一個坦星英雄 都有不錯的一個控場能力 誰先後星誰就可以先上場 那惡爾的話比較OK 就是因為他剛好跟坦肯齊 可以去搭到一個鬥士的羈絆 所以說如果你有惡爾的話 當然是優先上惡爾 不過呢 我是覺得妮可的這個 他的控場效果呢很穩定 所以妮可呢也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彈性的角色 OK我們這邊面臨了人生第二個十字路口 這邊有一個後期專家 當你達到九等的時候會提供40的一個金錢量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達到九等的時候 基本上也都快要掛了 所以我這裡左思右想了之後 決定不然我們還是骰掉好了 雖然我覺得那個殺死就是敵人的時候 可以回抹感覺還蠻不錯的 但就還是選擇了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 骰骰看也比較好 就當你覺得可能就都好像不知道很好用的話 你可以把它骰掉 是蠻好的 像這邊拿到潘朵拉的盒子 那我們這樣子算還蠻OK的 因為我們在一個連勝的階段嘛 那連勝的話呢就比較拿不到裝備啊 所以其實還是 就是不太可以說完全去指望說 4-7的那個野怪關卡 你有的時候還是得去稍微用這種海克斯下去做輔助的 OK這邊我們遇到一個在賭歐拉夫的玩家 這邊可以嗎 差一點點的感覺 不行 看來也是 不過他已經打了 2000多的傷害 其實已經 就很盡力了 這邊飄到了一隻 剎牙 6的你可以飄到這一張剎牙 是還蠻不錯的 像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惡爾 惡爾也是我覺得很好用的英雄 我建議大家 前期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多抓啊 像是聖啊這樣子的角色 還有就是熏龍高手 那像我這一場呢 前期是比較晚才進熏龍高手的 所以我就沒有先用熏龍高手 不然通常我都是會用熏龍高手 因為就剛好小炮跟這個魯魯 就可以去搭配的到嘛 所以你的那個珠吉就可以一直養 然後養的很大隻 然後後面呢 他就可以一直擺到最後 甚至你那個魯魯可以跟你的 這個索娜 再去湊一個隱魔師 也是蠻不錯的 好這裡的話呢 就是為了去湊這一個重炮 所以呢 還是把這一隻小炮給擺上去了 那對方的話 他就是養了一隻的 他就玩那種法陣的一個體系 好這裡我先都是用伊德瑞爾 為什麼我是先用伊德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拿的 這個海克斯是盧登回音 那盧登回音的話 其實伊德就是比較好去觸發啦 畢竟伊德他的魔就是比較少 那如果說你有藍buff的話 在前期一定是更好觸發 只是我們這一場呢 藍buff是比較晚才拿到 像這裡 終於潘朵拉給我一個水滴 然後可以去合出這個藍buff的時候 我就決定 好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合起來 好像對方的話呢 有沒有看到他就是 三巡龍高手 我們這邊有機會打贏他嗎 欸好像可以欸 哇這二直接撞撞一整排欸 他呢感覺要嘛是想要玩風暴的 他應該只是拿小炮在過渡 然後我覺得小炮也是可以去賭的 就是現在有非常多的一個玩法 大家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S7的話呢 是在6月9號的時候 才會在台服正式上限 這邊我玩的是美服的PVE 這邊掉了超多雷茲然後趕快賣掉 這邊有一隻柔衣 柔衣先抓起來 柔衣我覺得他是一隻蠻不錯的一個控場角色 像這裡的話呢他就偷到這個 就是這隻叫做什麼 這隻叫做 戴希 欸是戴希嗎 對應該是戴希吧 我記得 對然後他就是會放招 然後放出一隻戴希出來 好我們來看他這個戴希 呃好這個戴希還蠻正常的 就是現在PVE有一個bug 就是他有可能會變成敵方的一個英雄 就還蠻討厭的 好這裡的話還蠻正常的還蠻不錯的 OK這裡就有打贏他了 好那在這邊 因為沒有辦法可以再去骰了嘛 所以這邊要嘛就是拿 嗯 大哥照我嗎 感覺好像不是到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還是 就是其實這裡我覺得三個都很爛 那我們只能拿就是盡量不知道 特別爛的那一個 其實後期的裝備都會蠻多的 所以我是覺得拿這個就是原計畫 感覺是蠻不錯的 好這裡四隻二的地方 我就先升上八等 就是想說先去說說看有沒有酷奇這隻角色 就至少拿到一張吧 所以我在這個版本 基本上我還是四隻二或是四隻五 就去升上八等了 好那對方的話呢 他是養這一個蜘蛛的 蜘蛛我覺得是比較少人會去養的 但是我感覺上是蠻強的 就是他擊殺一隻角色之後 他就會跳起來 然後他就會一直跳一直跳 狂跳猛跳 好而且他還有復養一隻 這個奧瑞龍獸 哇他的傷害很高欸 這邊我的柔衣幫忙控藏了 但是還是被他吸回來 哇直接被爆打一頓 雖然我們的伊德的傷害很高 但是因為他有血性獵殺 所以他 那個血一下就回回來了 OK我們現在剩下87滴血 OK那這裡的話呢 又遇上歐拉夫 歐拉夫也是一隻 蠻扛的角色阿 而且他如果賭到三星的話 那個傷害真的是 也是不得了 我這邊稍微幫大家就是 科普一下就是現在的這一個 版本的羈絆 像我們現在有搭到這個 重砲的話 重砲就是提升傷害的啦 那如果說你是搭上 喜慶食者的話 這是一個技能 然後就可以再去額外的一個 魔法傷害 這邊的話我就是先去拿 酷騎 因為我很需要酷騎這角色嘛 好這裡就開始刷牌了 像這邊的話呢 就是先去做刷牌的動作 喔什麼直接抽到酷騎 太會抽了吧 哇直接起飛耶 這裡的話呢要先做一個小細節 就是你要的裝備一定要先是 給場面上的那隻英雄 這樣子他不要的裝備才會彈出來 所以細節還是要稍微做好的 這邊我們就先湊上 你看四起性 四鬥士 然後三砲手 欸我覺得我這個羈絆開的好像蠻好的 OK那這邊的話就順利打贏了 你看這二星的酷騎直接打一貫傷害 超誇張 那我們的聖的話呢 他是有一個圈圈 然後他範圍的一個友軍 就能夠去閃避對方的一個普攻 所以我覺得聖是前期很強勢的一隻英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前期大家都是靠A的啦 所以你在前期拿到聖的話 其實你都還蠻好就是去打出連聖 或是蠻好去過渡的 然後對方的話呢他已經有巴德了 巴德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通用的角色 就是你不管在任何時候去拿到巴德 真的都可以拿 而且他還可以提升你的一個刷牌的機率非常好 這裡的話我覺得這個裝備有一點爛 所以我們先刷掉 好這個稍微刷了有沒有 你看大家我差不多都是第一個 差不多兩三下 我會盡量就讓自己控制在差不多二到四次左右 就也不要刷太多這樣子 因為你不要覺得他那個是可以一直無限刷 然後你就真的一直無限刷 你還是要去稍微思考一下 你花了那些錢的一個投資報酬率是如何 就不要刷到自己都沒錢了這樣子 OK對面的話呢他就是養蕾茲 然後他納米已經三星了的一個狀態 我們這邊酷奇有辦法嗎 索娜呢先開了一個控場技能 然後這邊你看惡爾先衝去右邊 然後再從左邊再衝出來再衝回去 有沒有 直接暈的這個蕾茲不要不要的 超噁心 我覺得我們這個陣啊 最噁心的一個地方就是太多的控場了 吉英克斯他的技能就是也是算一個微小型的控場 就是他的甲子呢是會讓人家暈眩的 好像這邊索娜我也是有對到他的小炮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索娜呢就是直接打最遠的敵人 所以一定要去擺對角線 好像這邊有沒有我們這個酷奇一下就把他給炸歪了 我覺得酷奇拿來buff真的是有點太強了 我覺得應該是得去削弱這隻角色吧 我覺得很噁心 像他剛剛是8風暴嘛 風暴使者大到8 而且他的龍好大一隻 但還是直接被我們炸歪 好那對方的話他已經有希瓦娜 希瓦娜是一個就是控場 然後也是一個坦度很高的角色 這邊我們直接一個開炸把他給炸歪了 但這邊可以嗎 哇這個 剎牙 這剎牙太強了吧 一個超級大收割欸 還好我們三娜最後補了一槍 不然這個我們是直接全軍覆沒了 OK在對上剎牙或是酷奇的時候 真的都要分開戰 就是不能都在一起的 哇這是怎樣 酷奇收集專家欸 我直接拿到一堆酷奇 我本來是想要上9等的 可是因為拿到這個二星的酷奇 所以我就覺得 好吧不然我們再忍一回合好了 這裡我有稍微就是換了一下百位 主要就是我看到一隻歐拉夫在右邊嘛 所以我們就先去炸右邊的人 還有就是那一個就是養澳星的那隻龍呢 也是站在右邊 所以我就先換到右邊 反正就是稍微去調一下左右左右的百位 OK這邊還是在換來就是左邊這個地方 反正我就是開場前呢 會先稍微左右左右換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2 2 對方2呢一個開大 好這邊有炸到我們的酷奇 不過我們的酷奇傷害非常的高 然後我覺得他的奧瑞龍獸 根本就是在抓牙 完全沒有傷害 所以如果奧瑞龍獸沒有裝備的話 千萬不要去上他 真的是完全沒有用的一隻英雄 就是他的魔量實在是太高了 如果你沒有去特別打羈絆的話 就真的不搶 OK這邊我們可以遇到看到這個巴風暴 巴風暴有點噁心欸 而且他是有珠光蓮花 所以他其實傷害肯定是夠的 甚至還有這個零食戰甲 然後還有一隻啾吉嘛 零食戰甲偏像啾吉 哇我覺得這個很有他的那個想法 而且算是相輔相成的吧 因為 欸 朱吉那個上面的餅乾應該不算裝備吧 我不知道 應該是不算 OK這邊我們的酷奇先炸了一個 然後直接二耳暈到了我們 但是我們的二耳也暈到了他的龍獸 可以嗎 他的龍獸也太噁心了吧 這是什麼鬼傷害 好他三十塊 所以我覺得還是算合理的 就是 他畢竟是一個三十塊的龍 你們知道 就是十費的龍要刷到二星是得花三十塊 所以照理來說是比我們這種才花十二塊的 強很多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 不然他怎麼 可以需要花到這麼多錢呢 是不是 就是 OK這邊呢 我們就是 雖然比較慢一點升上了九等 但還好 最後我們還是升上了九等 然後 這裡呢 我們的前排坦克也 終於是來到了二星 我們剛剛打不贏的話 還有一個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前排太快倒下了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還沒有刷牌嘛 就是我們還沒去刷 就是我們前排的坦克 那這邊的話就是來刷 我們的前排 看能不能 早點讓我們的前排升上二星 然後這邊稍微去換下我們的白位 因為 就是要開場前我都會稍微換一下 好 對方的話拿了超多隻妮可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 要不要就是用妮可 去當前排 然後這邊我們庫齊一炸 哇 他人怎麼都沒啦 全軍覆沒 我想他一定很傻眼 我這邊 庫齊打了一萬傷的一個傷害 哇超高 所以真的你在打庫齊的時候 真的別站 就是別渣堆 不要整個站一團的 真的太容易直接把他炸歪了 好 我們這邊本來庫齊進了蠻多 結果沒想到一直就沒刷到了 這個庫齊進了八張之後呢 欸不是八張 是六張 六張之後就沒再刷到過了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還是我們再上一隻二星的庫齊呢 就因為 沒有其他角色可以上嘛 好這邊直接被照到 直接被照歪 如果說有巴德的話我已經上巴德 對方他的八的已經二星了 五費卡二星 這邊我們有辦法打贏這個叉雅嗎 因為他還有這個關鍵的角色 就是西瓦娜 努力的一個羈絆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團隊最重要的就是西瓦娜 然後這邊 哇酷鞋的傷害實在是太給力了 而且我發現我們的索娜也很強欸 他這控場就是一直團控一直團控 然後呢我們還有人馬嘛 所以人馬控完 欸應該是一開始先發大一定是我們索娜 因為我們索娜是有金金之毛的 OK這邊再稍微刷一下 然後這邊終於再刷到一張庫齊 刷到了之後呢 那這裡的話 我覺得二星的庫齊跟二星的這個人馬 我們當然是上二星的人馬 所以這邊我就上了這隻二星的人馬 他這個人是怎樣 妮可三星妮可是一張斯菲卡 所以他三星算是蠻不科學的 OK對方的話又遇到這隻 30塊的龍了 哇我們這邊索娜先做了控場 人馬在控場 然後這邊 酷齊一個炸彈飛過去 1600 直接秒殺 笑死 笑死 太丁 太丁大傻眼 欸 我以為這個酷齊的這個 炸彈 是 就是導彈類型的 原來是核彈啊 非常厲害欸 OK這邊再稍微刷一下 嗯 好沒有酷齊 沒有酷齊也沒有人馬 那我們這邊拿了這個重七轉 就是要去跟我們的這個人馬去做搭配啦 然後最後這個我覺得有點難打贏 因為這個人是三星妮可 三星蜘蛛 三星斯溫 欸 耳不耳心啊 這個人全員三星了欸 好這邊稍微換了一下百味 那他也確實換了百味 你看他多星際啊 他把妮可換到左邊來 差一點 我的酷齊就要人都沒了 然後這邊我的索娜直接先暈到他的蜘蛛 然後他的鵝也開暈了 我們的鵝也開暈了 這邊可以嗎 我們的人馬還是還一直的頂在最前面 但是酷齊的傷害很高 但是他的蜘蛛傷害也很高 欸還好我們這邊即時把他給炸歪了 哇還好這個傷害 哇酷齊達了兩萬多的一個傷害欸 還好他有瞬間回血回起來 不然我們酷齊應該是直接開花了 然後還有就是索拉拿控場 真的是太強勢了 好沒想到今天也可以打贏這個三星的妮可 因為他的三星妮可真的超級無敵坦 好我們剛剛是因為就是妮可很晚才二星 所以我們就沒有用這個妮可 應該說我們應該是連一隻妮可都沒進來 就是都被他抓走了 就是只有從頭到尾只有抓到一隻 那這一場呢我們就是用另外一種的搭配方式 就是大家揪擊 那對方呢好巧不巧他也是玩酷齊的 喔這邊我們可以炸死他嗎 但有沒有發現他的酷齊比我們還要談 為什麼呢 我們明明是拿死滅的我覺得已經是夠強了 結果沒想到他的酷齊更強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拿著一個鑽石的裝備 鑽石級的一個神裝 這個裝備呢就是那個金色的那一條龍給他的 就是可以讓他無敵兩秒鐘 然後還可以在就是掉到一定血量的時候 突然好像隱身之類還是突然無敵 有點像是之前那個龐然巨物的某一個海克斯的效果 但是那個龐然巨物的海克斯的效果 我一定要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知道的人可以在下面幫我補充一下 這裡呢我就稍微去調整一下我的白位 然後我的巴德上面的無敵是就是 因為轉牌拿的所以他就卡在上面了 OK我這邊就稍微換了一下白位 為什麼呢因為他右邊有這隻布朗姆 然後我想說他的左邊空空的 所以我就這邊捉幾稍微擺去了 左邊這個位置 OK這裡我們的酷奇狂炸猛炸 但是呢我們的酷奇一下就被炸死了 哇他的酷奇真是傷害太高了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朱吉默默的走進去 然後跟這個酷奇單挑 哇對方的那個酷奇打人 我們這朱吉一輩子都打不贏笑死 直接由我們的四星解決拿下了這一場的MV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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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